今天我要說的故事 我其實蠻感慨的 我發現一個人的人生出問題 跟效率有關係 而效率跟找東西有關係 而找東西跟丟東西有關係 我其實我人生人家以為 我是目標要寫200本書5000場一樣 其實我告訴你我第一個目標 是人生要聰明激進 現在還在努力當中 這一把年紀我還沒做到 但是我還在努力當中 我真的很渴望我可以有一個聰明激進的工作環境 居家生活空間 但是因為我的興趣太多 因為我擁有的東西太多 我的衣服多 我的書多 所以一直沒做到 但是我會努力的 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這個故事就是 我早就告訴自己 我不准我自己再調東西的 但竟然還是沒做到 所以我一直想寫一本書 叫做遺思祭世 就是我這輩子我丟掉的東西 英文名字叫做 The things I lost in my life 我這輩子丟掉的東西 本來我只是想寫說 我丟掉了一個衣服 一個耳環 什麼諸如此類 可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這個話題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可以衍生成什麼東西 我不願意丟掉 但是丟掉的東西 可是第二個階段是什麼呢 是我丟掉了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高興的 它不是損失 第三個是 它還沒有丟掉 可是我主動是要把它丟掉 這就是斷捨離的觀念 所以這本書我一直找不出時間來寫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好想寫它 你也應該很想 應該要看這本書 它對於你人生價值觀的混亂 有很大的釐清作用 那我現在今天要講的故事 就是昨天發生的 我中午呢 就去一場演講 然後下午就去跟人力銀行談 一千零一個女人故事館的合作 然後接下來 因為準備要去上海 錄我的採訪大陸的一千零一個女人 所以我就忙著去修理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上面有錄影的轉檔 一直沒有搞清楚 我去到那邊問 還有就是照片拍的太多 要怎麼減少照片 然後到了那邊完了以後 再去我的電腦 因為我是重量用者重度使用的 我用的電腦 就最近那按鍵 按鍵一直按不下去 就是很用力很用力 本來一點就打開了檔案 要按的八下它就會展開 那要去修理它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做完了以後 晚上還有一檔演講 結果你知道嗎 我在出去演講的時候發現 我最愛的一個東西 最重要的東西不見 那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這個 我隨身的水瓶 我可以不帶化妝包 可是我不能夠不帶我的水瓶 因為一個人肚子 不餓的時候不要吃東西 可是一個人口還沒有渴的時候 你就要喝水 當你感覺你口渴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脫水了 就是養生必備的嘗試 所以這個東西 永遠是在我的背包的上面 尤其是出去演講的時候 你自己要補充水分 那主辦單位好意給你各種飲料 你說真的有的是甜的 有的是很奇怪的味道 你吃了以後就會影響你的演講品質 所以我一定帶著自己加熱水帶出去 可是我昨天去演講的路上 這個東西居然不見了 你知道嗎 我心情非常沮喪 這比我投資私利我還沮喪 因為我已經交代自己 不可以再掉東西 而這個東西是我非常貼身的 我不會讓它再丟啊 它為什麼還是丟了 我就不能量解自己 坦白講我最近這些年來 已經很少情緒不好 可是這個東西不見了 是我不能夠原諒自己 我就一直在想 我有留在演講的會場嗎 還是我留在人力銀行呢 還是我留在手機店呢 還是我留在電腦店呢 我告訴你 尤其是手機跟電腦店 都是聰明激進的地方 如果你有一個水平放人家櫃台 或者放人家椅子上 人家馬上就會看到 而且我離開的時候我也會去看 這是營養成習慣 所以我覺得可能性不高 我就想說 是不是人力銀行那邊 結果不好意思 跟我談案子的是王總 我覺得我如果去問她說 我水平也留在那邊 這形象受損太多了 我就問了一個 有跟我見到面 換到名片的那一個女生 我就跟她講說 不好意思 你不要告訴王總 你幫我去查查看 我做的小辦公室 跟那個總裁的辦公室裡面 有沒有一個這個 橘紅色的這個蓋子的一個水平呢 她就去幫我查了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不好意思 增加人家的麻煩 我把一路上面的可能找的地方 我都去想 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水平今天你看都要表示她找到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沒有做一個動作 她可能還是不會找到 可是我這些年來我很得意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掉了東西 我再也不會像以前早年了 我現在通常都會知道 至少我知道她掉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點我就覺得自己蠻安慰的 所以我這一路上就想說 我到底有什麼環節 每個環節都去問啊 都去找了都想啊 手機電我也打電話了沒有啊 最後我就想為什麼 所以我漏了一個事情 因為我去出國 我真的我覺得很奇怪 很多事情都是出國的時候 我的手機也故障 然後我的筆電也故障 然後我的背包 竟然掉了一個扣子 所以我用很習慣的背包 我要一模一樣的 我才用的好啊 結果我也換了一個新的背包 我竟然漏掉了一個事情 就是我中間有找那個修皮鞋的人 幫我背包 我要的調整我的高度 就是我的背包的袋子的段子 我不能夠讓他常常跑嘛 必須用車縫把它縫住 然後我就會固定我的尺寸嘛 我忘了這一個環節 我找了那個人去縫 但是所有的事情你看多有趣 他縫的時候他非常的初心 我告訴他說 我的長短要這樣 照這個樣子 結果他另外一邊 完全沒有去比照那個長度 結果看到原來是多長度 他就要縫下去 所以變成是一個長一個短 我這邊的只有這麼長 結果那邊那麼長 所以我背起背包就寫一邊啊 所以我就很不高興 我想出國這幾天 我不能是背著這個背包 讓我左右肩不平衡會不健康嘛 所以我就去跑去 我說很無奈 我掉了我的水瓶 我怎麼會讓他拿出來 我為什麼沒有放在我的 放水瓶的那個固定位置 結果我就跟對方說 你要幫我重新縫 他很不高興 我很有耐心 我這些年來 我不會被任何人激怒 因為我已經決定不生氣了 結果我就跟他講說 你還是要幫我縫回來 你如果要加錢 其實是他的錯嘛對不對 我說他家錢也沒關係 結果後來他沒有跟我加錢 他把他縫完了 結果就在我找他重新縫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看到他那個亂七八糟的 這個修鞋子的地方 外面擺著很雜亂的 摩托車啦 然後就有什麼盆栽啊什麼的 就是在這個修鞋子的外面 我突然看到一個很熟悉的東西 就是他 就是我心愛的水瓶 這是不鏽鋼的很貴的你知道嗎 我看到他 我突然想到說 為什麼我把中午到下午 所有的行程都想過 我沒想到他 原因是什麼 因為修這個 縫這個皮包的時候 上面不能有種的東西 只有這個狀況我會把它拿開來 可是我記得九件事情 我就少了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就幾乎不見了 所以我現在非常感謝塞翁絲馬 焉之飛福 如果他第一次就給我縫對 我不會去第二次 我如果不去第二次 我就不會有機會 發現他就一直站在那邊等我 我也要感謝路上的行人 台灣的治安實在太好了 我等於在那邊 已經有兩三個小時 不在這個馬路邊 這個東西在那裡 沒有任何一個人拿走 可是如果那天 我不是因為塞翁絲馬的狀況 再回去的話 你說修鞋的人 怎麼會知道這是我的水平呢 他一定就說拿走還是 我不知道別人拿走 或他收起來我搞不清楚了 所以 而且我擺的是他的修鞋子的外面 不算屬於他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個東西丟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所以你知道嗎 昨天晚上我的演講就非常的高興 我可以克服各種困難去接受挑戰 是因為我承諾了我的實現 就是這輩子我不要丟東西了 所以這一個水平的故事 讓我跟大家分享完以後 我下定決心 我青年2013年 一定要把The things I lost in my life 遺失即逝的這本書寫出來 你們會發現 一個人不要掉東西 不要找東西 你就會變成效率高手 一個人的人生是不是有秩序 跟你有沒有不再掉東西 跟你能不能夠找到東西有關係 哎呀我的這個故事 我自己聽的都覺得好精彩 你覺得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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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